你好呀 那声音像一只温柔的手 轻轻推醒了他 他感受到眼瞼上的光线 他知道要是睁开眼睛 一定会被这刺眼的光线刺痛 他想用手挡住光线 却发现双手不听使唤 想聊天吗 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他的头脑逐渐清醒 思绪也开始流淌 他的妈妈在哪 他找遍了头脑里的各个角落 却完全没有妈妈的回应 这不可能 一旦妈妈进入他的头脑 就没有回头路了 因为妈妈根本就没有可以返回的躯体 那么他现在究竟在哪呢 这不已经醒了吗 睡美人来说说话呗 那声音听起来很静 让米拉觉得一定得睁开眼睛 看看情况了 她想叹口气 可是却吐不出一丝气息 随后 米拉在惊恐中睁大了眼睛 一个老头在她上方面带微笑 可米拉的注意力完全不在她身上 她张开嘴想吸口气 可是她的下巴却搁之作响 她想伸手摸摸自己的脸 可手却毫无反应 不只是手浑身都动弹不得 除了她的脸 你感觉怎么样 那老头微笑着 她的脸近的 似乎随时都要贴到米拉的脸上 要调整咬合来控制喉咙里的空气 之前没人给你示范过吗 的确 调整了一下咬合 有一股风从米拉的喉咙口涌出 她咬起牙齿 这风就穿过牙齿 发出漏气的声音 这股强有力的气息 本来足以让她的小腹塌陷下去 但米拉此刻却没有任何感觉 她想低头看看 却做不到 这里是 米拉吓了一跳 因为她自己的嗓音 听起来恐怖极了 嗯 我是你的第一个吗 之前没人复活过你啊 连培训都没做过啊 这个念头 似乎让老头挺高兴 她是她的第一个 米拉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她上下打量着老头 努力思考着是否认识她 为什么我动不了 放松 只有你的脸能动 发生了什么 车祸 她查了查手掌上的显示器 你受伤比较严重哦 右腿断裂 大动脉破裂 右腿断裂 米拉什么都看不见 除了这个悬在她上方的男人 这里是医院 不 这是约会中心 什么 哎 干这活的人不该是我呀 通常都有个培训的 她靠近米拉 实际上 你在交通事故中死掉了 接下来几句 米拉没有听见 她只觉得 自己好像漂浮在空中似的 这太荒谬了 她已经死了 却还能听见别人告诉她 她死了 她完全不记得死去的瞬间 可是 她好像能感觉到一条分界线 割裂了现在和从前 你的保险有身体冷冻的项目 但你身体损伤太严重了 修复身体 很贵的哦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约会服务 我妈妈呢 米拉打断道 男人又看了看手掌 哦 你还有个搭车人 你妈妈 米拉想问 她妈妈是不是死了 可死亡 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 模糊不清的概念 她已经不在了吗 是的 要搭载搭车人 你的大脑就得持续活动 一旦你死了 搭车人也只能下车了 没错 就像在脑子里 记下的电话号码一样 一旦忘了 就再也想不起来 米拉突然松了口气 从她醒来开始 她就一直等待着 听到妈妈的声音 现在才放下心来 这让她有点内疚 可谁又会怪她呢 任何认识她妈妈的人都不会 她的妹妹林恩 肯定也不会 我有个妹妹 叫林恩 她还在吗 男人看了看资料 哦 双胞胎妹妹啊 倒是挺有意思的 不过她当然不在了 你都死了八十多年了 睡美人 我们得专注当下 如果我们合得来的话 那么我可能会付钱 让你复活 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我叫雷德 很高兴认识你 米拉 哦 很高兴认识你 关于车祸 她什么都想不起来 当下涌入她脑海的回忆 全是和母亲的争吵 凡是米拉喜欢的 她妈妈都讨厌 妈妈虽然没法 直接控制她的身体 但控制的方法 可多的是 那么米拉 你是想聊些 有的没的呢 还是想亲近一下呢 我不明白 这么说吧 比方说 雷德把身体靠得更紧了 重重的呼吸 喷到了米拉的脸上 如果我复活了你 你愿意为我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 米拉需要时间去思考 她可以肯定 这个人的真名 根本不是雷德 别扭扭捏捏的 挑逗我一下 她应该告诉雷德 她喜欢女人吗 肯定不行 她不仅会失去兴趣 更加糟糕的是 还有可能会汇报 给这里的负责人 那她 会不会永远 失去复活的机会 哎 把你叫醒 可是按分钟收费的 拜拜 你回去接着当死人吧 等等 难道他们让她复活 还可以让她再死一次 她想象着自己的身体 被密封在某个地方 也许是一年 也许是永远 哦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复活 她还有没有什么 活着的亲戚 可以联系上 有没有在过去八十年 一直在积累利息的账户 她死去的时候 她账户里还有没有钱 她想到 她曾经有栋房子 她妹妹可能继承了 那栋房子 行了 别指望还有别人来 就你这上市 复活价格 可是不便宜 而且这里有几万个女人 可以挑呢 更何况 男人对动了八十年的女人 可没什么兴趣 求求你 她的手伸向她头上方的 什么东西 随后 米拉陷入了一片黑暗中 一个胖胖的 看起来有点年纪的男人 正眯眼看着米拉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男人亲了亲嗓子 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 现在几号了 一月三日 二三五二年 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 在这儿我浑身不自在 外面流传着 很多人从这些抽屉里 找到了真爱 我的表哥 就是在这里 遇见他第二任妻子 劳伦的 很不错的女人 顺便说一句 我叫莱肯 我叫米拉 很高兴认识你 你的微笑真可爱 我能看出你的真诚 不像是那种 靠着我复活 然后马上离婚的样子 得小心那种人 莱肯重重地叹了口气 到冰住新娘这种地方 去见女人 或许是真的挺可悲的 但是比起每次公司派对 都形单影制地出现 或是带着一个笑点 低俗地要死 年纪又比你大十几岁 长得还不怎么样的女人 还是要强多了 莱肯忽然沉默了一下 我昨晚说我话太多了 抱歉 这么说来 莱肯也有至少一个达成人 没事 我挺喜欢这样的 莱肯的碎碎念 为他带来了宝贵的思考时间 活着的时候 他总能找到想事情的时间 上班路上和排队的时候 都可以用来思考 而现在 思考变成了唯一重要的事情 初次约会 我总是不太自在 你现在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米拉摆出笑容 他必须离开这里 必须说服这帮家伙里面的某一个人复活他 这地方已经开了那么久 这才是第二个唤醒他的人 如果第一个家伙没有瞎说 那他在这里待得越久 复活的几率就越小 这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一间房间里吗 莱肯伸出手 悬在他脸上一尺左右 米拉死去的脸看着他 面色毫无生气 莱肯调整了一下手的角度 米拉看到附近有个男人 正坐在一个打开的抽屉旁边 对着里面说着什么 莱肯拿开手掌 他的表情有些僵硬 怎么了 嗯 没什么 告诉我吧 我才反应过来 我是在和一个死人说话 人死了之后 是什么样子的 非常难受 什么都控制不了 甚至控制不了 什么时候睁开眼睛 说实话 我很害怕 当你结束这次约会 我又要回去接着死了 我害怕约会结束前的那几分钟 莱肯似乎后悔问了这个问题 所以米拉换了个话题 询问她的搭车人是谁 莱肯有两个搭车人 她的父亲和祖母 我不太明白 如果我们都已经弄明白 如何让人复活 怎么还会有人搭车呢 在米拉的时代里 医学的进展已经足以带给人们附身的希望 尸体冷冻也很常见 但是死亡还是无法挽回 躯体还是会逐渐损耗 如果复活一位99岁的老太太 她只会继续垂死挣扎 不如告诉我一点你的事情吧 听说你以前也有搭车人 于是米拉给她讲了她妈妈的事情 她只讲了一些 其实她妈妈会搭上她的车 根本靠的就是情感勒索 妈妈哀求的声音 哪怕过了80年 仿佛还在米拉的耳边打转 米拉羞愧起来 可她又有什么可羞愧的呢 如果只因为你爱的是一个女人 而不是一个好男人 你妈妈就因为这个 不和你说话 你会怎么想 如果你的灵魂伴侣痛苦地死去了 而你母亲却说 也许下次你该试试找个男人 你又会怎么想 如果我真的在这里找到一个人 她愿意嫁给我 来换取复活 人们会察觉到她太漂亮了 我根本配不上嘛 会猜到我是在冰柱新娘这种地方 遇见她的吗 冰柱新娘 有的人就是这么称呼这地方的 我现在得走了 下次你还想聊聊吗 米拉不想再死一次 不想再进入那空无一物的黑暗 她拼命压抑着自己想要尖叫 想要哀求这个男人 别杀死她的冲动 因为米拉知道 如果她这么做了 男人绝对不会再回来 最终她只说了一句 当然 我很乐意再见面 当她伸手把她关掉的时候 米拉用最后几秒钟 试图回忆她的那场车祸 莱肯回 女人绝对她的冲动 平 terra 节目 绝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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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莱肯一下子就没开眼笑 有些人就是会让你心动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 你懂吧 我懂 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 米拉其实已经和莱肯约会了六七次了 米拉并不讨厌莱肯 因为她所能看见的全部 不过就是莱肯圆滚滚的脸庞 什么事 在这之前 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我必须对你诚实 但是我担心 如果我说实话的话 我就会失去你 米拉试图想象 这个男人会说出什么样的话 才能让他宁愿继续死着 也不愿陪伴他 不管是什么事 你都可以和我说的 你不会失去我的 莱肯终于看向他 我真的很喜欢你 米拉 我甚至觉得我爱上你了 但我不是个有钱人 我付不起复活你的钱 永远都付不起 哪怕卖掉我拥有的一切都不够 在希望破碎的那一刻之前 米拉从来没有察觉 原来她对莱肯能复活他 抱着如此殷切的希望 那这也不能怪你 她努力想让声音听起来开心一些 但内心深处黑色的绝望 笼罩了一切 对不起 我向你撒了谎 米拉完全不用问她 为什么没钱复活任何人 还要在这里假装寻找妻子 这里的女人 对她一定都很好 一定都对她好言好语 希望她能从长眠中拯救他们 还有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关注呢 你会原谅我吗 我还可以来看你吗 当然了 如果你不来的话 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如果莱肯不来的话 米拉根本就不会有想念任何人的能力 两个人都没在提之间时 莱肯换了个话题 开始讲她收集的古老电子游戏 米拉发现自己经常想到母亲 而不是她的爱人珍妮 也许是因为 她已经学会接受珍妮已经死了的事实 而母亲的死对她来说才刚刚发生 珍妮死后 米拉曾经翻来覆去地想着她 而此刻她突然想到一个十分惊人的念头 珍妮和米拉从前一起在生命之药公司工作 尸体保存是他们员工福利的一部分 莱肯你能为我做一件事吗 米拉觉得这个即将问出口的问题非常沉重 仿佛承载着永恒的重量 当然了 什么事都行 你能帮我找一个已经去世了的朋友吗 她叫什么名字 珍妮则尔 生于2224年 莱肯在掌心的屏幕搜索着 是的 她在这里 她在这里 就在这地方 是的 她在那边 米拉多希望自己能够抬起头 看到她手指的方向 她生命最后几年 一直在努力接受那个事实 珍妮已经走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然而现在却出现了转机 你可不可以叫醒她 替我捎个信 莱肯愣了一下 可以吗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好吧 莱肯转身离开 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 我该对她说什么 你就告诉她 我也在这儿 太谢谢你了 莱肯转身离开 也许只是米拉的想象 她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惊呼 应该是珍妮 听到这消息后的反应 不久 莱肯微笑的脸庞又出现在米拉的眼前 她听到这消息非常激动 我觉得她几乎都要跳出抽屉拥抱我了 她说什么了 她让我告诉你 她爱你 米拉开始低声抽气 即使她根本没有眼泪 她还说希望你在那场事故中 没受太多苦 那不是一场事故 什么意思 米拉现在想起来了 不是死亡那一瞬间本身 而是想起自己曾为死亡而计划着 准备着 那天她穿上了她最好的棕色阵装 母亲在她脑子里念叨着吃个晚饭而已 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说米拉根本没有她自己以为的这么美 别再自鸣不凡了 而只有那一天 米拉没有因为母亲的话而感到心烦 那不是一场事故 她重复道 你对我诚实 我也不想对你说谎 哦好吧 谢谢你 莱肯犹豫一下 如果我哪天想出办法来复活你 你一定得跟我一起去公司的年会呀 她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莱肯再次向她告别 她告诉米拉 下周二会来见她 然后又让米拉死了 米拉眼前的男人 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但是西装没有袖子 而她的皮肤则是明亮的橙色 请问现在是哪年 是2477年 莱肯上次来是什么时候 是二三几几年吧 这都过了一百年了 莱肯再也没有回来过 橙色的男人叫尼亚斯 米拉倒是没问她 为什么是橙色的 尼亚斯说她是个律师 这让米拉觉得 这世界似乎变化不大 还是有人在做律师 不过是皮肤变成橙色的罢了 我爷爷莱肯向你问好 米拉笑起来 她知道了 不过没关系 她说 一定要我们来和你见一面 尼亚斯说 莱肯在一个减肥俱乐部上 遇到了她的妻子 他们结婚二十年后离婚了 莱肯在66岁的时候 心脏病突发 被复活之后 活到了90岁 最后搭上了儿子的车 莱肯的儿子 则在前几年 搭上了尼亚斯的车 又烧上了莱肯 我很高兴 莱肯没事 我挺喜欢她的 她也很喜欢你 尼亚斯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像是个面试官似的 米拉 请问你活着的时候 想要孩子吗 是的 我很想要孩子 米拉觉得很奇怪 但她想到 珍妮就在附近 毫无生气地 躺在一个抽屉里 忽然又燃起了希望 所以 我们这次是在约会吗 不是 实际上 我们在找人 带孕生个孩子 并帮忙抚养那个孩子 我的妻子 之前得了不治之症 所以她搭了我的车 我们想要个孩子 当然了 法律上我们会结婚 但婚后 完全是柏拉图的 当然 米拉斯停顿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 不好意思 米拉 我的妻子说你不合适 我们已经面试了四五十个了 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 不 等一下 米拉的大脑 转得飞快 她究竟做了什么 让米拉斯的妻子 不愿意选择她呢 也许 是她妻子 感觉受到了威胁 也是 有一个女人 住在她家 抚养她的孩子 甚至引诱她的丈夫 但如果 米拉能减轻 她的恐惧的话 我喜欢女人 尼亚斯的表情很惊讶 莱肯当时肯定没意识到珍妮是什么人 也理解错了珍妮那句 我爱你的含义 尼亚斯一言不发 米拉知道 他们正在大脑里商量着 她希望自己对形式的判断没有出错 这么说 你不可能爱上我的吧 尼亚斯终于开口了 真是个诡异的问题 尼亚斯不但是个男人 还是个橙色的男人 不可能 我爱一个叫珍妮的女子 莱肯见过她 又是一段漫长的沉默 还有 你的车祸 不是事故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没错 是真的 你杀死了你妈妈 我只是从她身边逃走了 尼亚斯 缓缓地点点头 我们很理解你当时的处境 对于我们而言 搭车是十分幸福的体验 我和我妻子 从来没有这么亲密无间过 而且还有家人的一同陪伴 对我来说 这体验十分美好 我明白 搭车也许就像婚姻一样 但是比婚姻还要复杂 她会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放大 尼亚斯的眼睛 有些湿润了 莱肯说 我们可以相信你 她沉默了许久 接着挥了挥手 一长串文字浮现在空气中 你是否同意孩子需要棍棒教育 绝不赞同 米拉回答道 她明白 她的整个生命 都将依赖于她的答案如何 米拉的心跳得好快 洛西亚睡得正熟 她柔软的小脑袋 贴在米拉怦怦直跳的胸口上 米拉很想迈开双腿跑起来 但还是努力 稳住了自己的步伐 珍妮睁开眼睛的时候 米拉哭了 珍妮也在抽气 即使没有眼泪 对她而言 从莱肯和她说话起到现在 也不过是一瞬间 你错到了 珍妮注意到了小婴儿 微微一笑 真好 还是像以前的珍妮一样 从不索取任何东西 哪怕是生命 假如今天是珍妮活生生地来到米拉筹底前 米拉僵硬的嘴里吐出的第一句话 一定是求珍妮把她从这里救出去 我付不起附和你的钱 亲爱的 但我存够了钱让你搭车 你愿意和我一起共度余生吗 一个人死了之后是哭不出来的 但珍妮努力地哭了 唯一缺少的只有眼泪 是的 我当然愿意 米拉点点头 微笑了起来 手需要弄几天 一眨眼我就回来了 这是你最后一次 不得不死去 你发誓 我发誓 然后珍妮最后一次死去了